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编辑器 选择添加片尾画面 您还可以在上传新视频时添加和自定义片尾画面 自定义片尾画面 元素是指您在片尾画面中添加的内容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自定义片尾画面中的元素 您可以应用模板 添加新元素 修改个别元素 更改元素的显示时间 以及决定元素在视频中的显示位置 应用模板 模板中包含一组组不同的元素 您在制作片尾画面时可以对元素进行自定义 当您选择添加片尾画面时 系统会要求您选择模板 您可以自定义模板中的元素 也可以稍后移除模板 您还可以依次选择更多图标应用模板 在片尾画面轨道中应用新模板 添加新的片尾画面元素 您可以通过应用模板来添加元素 或在编辑器的片尾画面轨道上选择加元素 您也可以点击进入片尾画面轨道上的空白元素栏 来添加新元素 更改元素类型 在编辑器的片尾画面轨道中 点击选中某个元素 在视频左侧 找到元素类型 下拉列表 选择元素类型 视频 播放列表 商品 订阅 频道 链接 YouTube合作伙伴计划 如果您选择了视频元素 则可以选择显示最近上传的视频 YouTube推荐的最符合观看者兴趣的视频 或者某个特定视频 如果您选择了频道元素 则可以添加自定义讯息 更改元素的显示时间 您可以选择让片尾画面元素 在视频中的哪个时间点显示 默认情况下 系统会同时显示多个片尾画面元素 您可以自定义各个元素 使其在不同的时间点显示 在编辑器的片尾画面轨道中 点击选中某个元素 在视频左侧 找到包含片尾画面时间的方框 更新该元素的开始时间或结束时间 您还可以在编辑器的片尾画面轨道中 直接用箭头 拖动片尾画面元素 以更改该元素的显示时间 更改元素放置位置 在编辑器的片尾画面轨道中 点击选中某个元素 在视频播放器中 将该元素拖至所需的位置 提示 点击播放器中的网格图标 可在视频预览中显示网格 您还可以选择对准网格和对准元素 以帮助放置元素 预览片尾画面 要查看片尾画面在视频播放过程中的效果 请选择视频播放器上的播放按钮 片尾画面简介 片尾画面可以显示什么内容 元素是指您在片尾画面中添加的内容 有些元素可在点击展开后 或鼠标悬停齐上时 显示更多信息 对于宽高比为16比9的标准视频 您最多可以在片尾画面中添加4个元素 其他宽高比支持的数量可能较少 元素可用来推荐各种不同类型的内容 视频或播放列表 推荐您最近上传的视频 允许YouTube从您的频道中选择最适合观看者的视频 从您的频道中任选视频或播放列表 公开内容或不公开列出的内容 订阅 鼓励观看者订阅您的频道 以获准的网站 此功能仅适用于YouTube和做伙伴计划的成员 链接到您的关联网站或以获准的商品网站和众筹网站 片尾画面在默认情况下会显示网站图片 不过您可以提供标题并选择号召性用语 频道 推荐其他频道并显示自定义讯息 制作片尾画面的最佳做法 推荐与视频相关的元素 使用针对不同片尾画面元素的号召性用语 鼓励观看者点击如果您使用自定义图片 我们建议使用不低于300x300像素的图片 确保在视频结尾为显示片尾画面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 在编辑视频时请仔细考虑视频最后20秒的内容 您可以考虑在不同的时间点显示不同的片尾画面元素 查看片尾画面指标 您可以使用YouTube数据分析的互动标签页 了解片尾画面的效果 登录YouTube Studio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数据分析 在顶部菜单中选择互动 如果您查看的是整个频道的分析数据 要对比不同元素类型的效果 可使用点击次数最多的片尾画面元素类型卡片 要查看观看者 点击次数最多的片尾画面所在的视频 可使用片尾画面 点击次数最多的视频卡片 如果您查看的是特定视频的分析数据 要查看观看者 点击片尾画面元素的频率 可使用片尾画面元素点击率卡片 观看片尾画面需满足的要求 观看者无法在以下位置看到您的片尾画面 YouTube移动网站上 使用iPad访问 YouTube移动网站除外 YouTube Music应用或YouTube Kids应用中 Flash视频中 360度全景视频中 片尾画面和设为面向儿童的视频 以设为面向儿童的视频 无法使用片尾画面 在您将观众范围设为面向儿童后 即使您之前在视频中添加过片尾画面 观看者也不会再看到该片尾画面 详细了解您的视频 设为面向儿童后所受的影响 注意片尾画面有时可能无法显示 或者可能与设计的外观有所不同 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YouTube会根据视频表现 观看者行为设备和背景来优化片尾画面